重庆,是一个值得你多次重灵的魅力之都 一出机场,重庆之旅的第一个打卡点就出现了 黄色法拉利阵型 重庆的出租车 中午时分到达机场,先去酒店放置行李 哈曼酒店,我们会在这里住两晚 房间不算太大,不过也干净 浴室有点狭窄 可惜的是房间并没有衣柜 酒店客房内不配备一次信用品,不过会在check-in时派发 酒店离轻轨站十来分钟,楼下购物也有点不方便 酒店对面就是李子爸轻轨穿楼 放下行李,首先去的是中山四路 在路口的料季老砂锅用午餐 是中山四路上九富盛名的餐厅 红烧肉和南瓜饼好好吃 中山四路是陪都,抗战一记最集中的地方 饭后沿着中山四路往前走,首先来到了桂园 桂园市原国民党上将张志忠的公馆 音乐内有两株桂花树,桂园因此得名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 张志忠把此处借座毛泽东在重庆市内办公会客的地方 经过43天谈判,1945年10月10日 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在桂园举行 2010年通过激烈的海选 中山四路被网民评为首届重庆最美一条街 也是全重庆最有历史人文气息的一条街 很多电影在此取景,例如《少年的你》 除了张志忠的公馆,还有戴笠的公馆 现在成为了巴域文化会馆 曾几何时,戴笠在这里做了一个个影响无数人的重大决定 曾是重庆最为神秘的场所 中山四路的尽头是州公馆 是1939年,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租用的私人公馆 实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 设在重庆城区的办公地点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于一楼会议室举行过记者会 州公馆隔壁是曾家严书院 曾经是国民政府警察局 在前身历经清末望族书院 天主教女修院学堂 如今纳入了市立图书馆体系 内设咖啡馆 走上顶楼更是风景独好 站在书院外廊,就可以俯瞰嘉陵江和曾家严大桥 还有脚下飞驰而过的轻轨二号线 也可以坐轻轨二号线十号线到增加严战 与本片反方向游玩 我们将从这里搭轻轨去两路口皇冠大扶梯 入战前先尝尝重庆的特色奶砖 天气太热了好吃好吃 开始计时 皇冠大扶梯现为中国第一场 亚洲第二场的单体坡地扶手电梯 全程二分二十五秒 赶在入夜前来到鹅岭公园 它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 1939年夏天 蒋介石和宋美林住进飞阁 作为临时办公和接待场地 1945年重庆谈判 毛泽东与蒋介石唯一的一张合影据说 就是在飞阁照的 飞阁的门外 即是鹅岭最高处的观景平台 可将李子坝全貌和江北区大片高楼尽收眼底 华灯初上在这里俯瞰重庆的夜景 那时更胜一筹 关键是还免费 秒杀完飞铃 已经鸡肠碌碌 在公园门口对面发现了这家餐馆 吃了在重庆吃的第一碗小面 老板娘人不错 很热情 菜品味道也可以 应我们的要求 做不辣的 偶遇到警察叔叔进来宣传反诈的 大晚上的 太尽责了吧 摸黑回到酒店 酒店离观音桥不远 时间充裕的 可以顺道去走走 第二天是挑战体力的一天 重庆老城的City Walk 在进入景点前 先填饱肚子 在通远门对面的这间面馆 吃了第二碗小面 听说在重庆 要多吃小面 这家据说是重庆的头牌 有40多家分店 出品还不错 自制酸梅汤很好喝 超解暑 今天行程从通远门走起 通远门建于明洪五初年 是古代重庆唯一一座 入入城门 也是古重庆城通往外地的 唯一起点 故称通远 通远门上有通远楼 过去曾是茶馆 现在成为了文化艺术馆 黄绝树是重庆的世树 经过领事项 进入山城步道的起步 山城步道有两个入口 另一个在山脚下的中心路 从领事项入口进入 全程为下坡路 比较省力 锦与最美步道 是仁爱堂荒野公园 仁爱堂是1902年 由法国神父修建的仁爱医院的礼拜堂 是重庆第一座西式医院 如今只剩下残破的罗马柱钟楼 和重生的荒野花园 此为地下室 仁爱堂钟楼 曾经的废墟 如今改造成了网红打卡点 来到这里有两条分岔路 右边往仁爱堂 领事项 通远门 就是我们下来的步道 左边通往悬空栈道 仁爱堂就指 这是重庆唯一建于悬崖上的城市站道 重庆记忆掉脚楼 走累了 上小众楼歇歇脚 取餐蛮方便的 发现在重庆很多店铺都有这样的设施 后如是抗战时期四川军阀留乡下属蓝文兵师长的官邸 具有典型上海石库门建筑的特点 现在成为了餐馆 山城巷是第三步道的精华段 原来是普通居民区 现在打造了一下 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增加了很多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 这里就是中兴路的入口处 整条山城步道游壁 步行15分钟 来到18梯 这条鱼中半岛 以18层台阶得名的长街 是重庆母城文化的缩影 对重庆人来说 像指着真正的山城老重庆 不过经历五年的搬迁改造 18梯以物是人非 没有了就时的破乱 焕发心眼 但也少了烟火气 更多的是现代 商业 陈藕茶铺 在这仿古色古香的茶馆里 围炉煮茶 边嗑瓜子边聊天 也是不错的 为何有间香港景物礼品商店 由于篇幅关系 请看另一条片 18梯大隧道遗址纪念馆 纪念着抗战时期的那段惨案 1941年6月5日 大量民众为躲避日军轰炸 涌进18梯大隧道公共防空洞 造成洞内人员饱和 在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情况下 因窒息 人踩人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18梯也是多部电影的取景地 由于时间关系 直接打车到白象区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建议到白象街走走 白象区的打卡位来啦 如果你是电影迷 一定要打卡白象区 这里是N部华语电影的取景地 例如爆红悬疑剧隐秘的角落 从这条楼梯下去 开始体验白象 具有多魔幻 下了五层楼 到地面了 你以为到一楼了吗 并没有 从隐秘的角落走过来 看看这貌似一楼的地方是几楼 是十楼 走 见证去 十楼四号房 这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的白象区 白象区走几步就是绝美的观长江所到的平台 也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 例如 疯狂的石头 花椒之味周瑜的火车等 青诗白象所 长江中的白象 矗立在江边 守护着重庆城 从白象居步行十分重 到东水门及城墙 东水门是仅存的老重庆两道古城门之一 另一道是通远门 东水门城墙 现保存完好的古城墙 仅剩这里约230米 不远处是湖广汇馆 湖广汇馆奉似大雨 所以又叫雨王公 第三天 先搬酒店 方便晚上游红崖洞 这是一家值得推荐的酒店 就在红崖洞景区内 Check-in在11楼 是顶楼 是的 我们是坐车在11楼的酒店门口下车 在11楼看到的千丝门大桥 一览无遗 然后房间楼层都是向下 山城的特色之一吧 我们住的房间在7楼 7楼看到的千丝门大桥和红崖洞的部分屋顶 走 看看我们的房间去 楼鱼到得早 房间还没打扫好 酒店允许 我们先把行李放在房间 然后就可以出去浪了 蛮通融的 定的是两房一厅的套房 65平方米 超级大 酒店还提供免费自住下午茶 由于酒店就在轻轨边上 会叫吵 房间配备了耳塞 不过也就到11点 轻轨就停了 刚好也夜游回房 影响不大 据说酒店每一层都有一个公共的观景阳台 定牙判房的客人也能在公共区域上将紧 七代中的开台打麻将 终究成了摆设 忙不过来 根本忙不过来 房间挺宽敞 干净的 非常适合一大家子入住 先来说说红崖洞的历史 它位于苍白鹿下段 距今已有2000多年 一面靠山 一面临江 于是便在75米高的崖壁上修建起了 最具重庆特色的吊角楼 将巴于民俗文化 山地民居的建筑文化 和码头文化融入其中 景区总楼高11层 4至8楼为美食区 9至20楼为咖啡 酒吧街 其他楼层为卖小商品的店铺 酒店的创始人就是红崖洞的创始人 酒店的内部设计跟红崖洞一脉相成 也是红崖洞的组成部分 茶几上摆着的就是介绍创始人的书籍 圆圈处就是我们的房间了 滑灯环绕下 像极了千语千寻的小汤屋 安置好行李 喝茶去 交通茶馆 重庆唯一一家保存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老茶馆 早在1987年前 这里还只是一座食堂 后因为社交的需要被改为茶馆 又由于这里隶属交通局 故此得名交通茶馆 2005年 濒临破产的交通茶馆 你改造为网吧 常去采风的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陈恩健听说后 将茶馆承包下来 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茶馆的经营风格 喝茶十元 瓜子十元 麻将二十元 扫二维码下单 茶馆出门左转 就是涂鸦一条街 有一种野蛮生长的艺术氛围 涂鸦一条街全长1.25公里 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涂鸦艺术作品群 路到饭点了 开餐 在涂鸦墙对面的这家餐馆 老板很有文化气息 这汤很好喝 追加了一盘 其他的也没踩雷 饭后 出发到奎兴楼 可是重点不在奎兴楼 而是奎兴楼广场 与旁边的办公大楼之间的两座悬空天桥 离地面高度达到65.8米 一如这样的高度 22层楼高 这桥也是电影少年的你的取景地 由于知识原因 更详尽地影像在本频道的另一视频 从奎兴楼下来 搭轻轨二号线 去网红中的翘楚 李子爸轻轨穿楼 一定要站在司机后面的位置 才会有与列车一起穿楼的感觉 这里同样是影视剧青睐的取景地 在轻轨站的腹地仰望轻轨飞出来 出体验吧 轻轨车厢开过来的时候 不仔细看还真有种直接撞向大楼的错觉 站台在一幢19层建筑物的6楼至8楼 一致5楼是商铺 9楼以上是住宅 虽然列车就在头顶飞过 不过还真没有多大的噪音 因为采用的是空气弹簧支撑车体和橡胶轮胎 故而解决了噪音问题 搭上轻轨的便利 去吃传说中的防空洞火锅洞亭火锅 可惜已满座才6点多呀 后来老板带去了隔壁街的粪店 可是就冷清多了 不过也做得舒服些 重庆的麻辣 不得不说 真的是正 晚上游红牙洞 为什么会推荐这酒店 因为地理位置太好了 超方便 从酒店进进出出红牙洞 又越感油然而生 凡是酒店的住户乘坐电梯到四楼刷卡 可自由进出红牙洞景区内的美食街 省去了排队进入景区的烦恼 酒店的保安对四楼进出人员检查很严 四楼出来后 从这个楼梯下去 可以解锁最快 最便捷的 到达红牙洞最佳拍摄点的通道 可以节省将近20分钟的时间 楼梯镜头从这门进去 连过道一直往前走 出这门后往客运码头走 连码头往前走 然后过马路对面就是了 从酒店步行去解放碑 也就十分钟左右 解放碑是重庆的老牌上圈 也是历史的见证 第四天 上午可以到附近的商业街逛逛 一点钟可以在酒店享用免费的资助下午茶 用餐环境不错 很干净 虽然品种不多 但管饱 探完下午茶 回城了 由于朝天门维修的缘故 这次并没能看到这两江交汇的奇观 有了下次再来的理由 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